伯娘们 作者张行健 我们这方土地呀 生长五谷杂粮 生长鸡壤鸽 生长古老的传说 也生长着一群群和男人们一样 野性十足的婆娘们 这水土硬呀 吃着这水土的人们的话 自然也硬 婆娘 漂亮而硬朗的字眼 当姑娘们遮着红盖头 在欢快的唢呐和猛烈的爆竹声里 或忧或喜地迈进男人家门槛的时候 和他们的祖母母亲姑姑 镜子们年轻时一样 便结束了那少女的无忧无虑的日子 便失去了昔日家庭里的两棵乘凉的大树 便拥有了这个沉甸甸 掷地有声的称谓 便挑起了与这个称谓一样沉重如山的生活 在婆婆慈善而留意生活锥子般目光的盯视下 他们开始了穿针引线 缝纫织布 蒸馍发膏 晒酱淋醋 哎呀 只有这会儿 才发觉做姑娘时学的给情郎那鞋底儿 给老爹擀面条的那点小玩意儿 那少得可怜 少得苍白 这姑娘愧疚地羞红了脸子 学一点操持家务的称本领了 随着这肚皮的日日鼓起 这伯娘们的胆儿也日日大起来 家族的希望之根和女人言以为傲的资本 全股胀在里面了 便敢捡着花样吃拼食 敢像鸭子般摇摆着到林家 坐在炕棱边台阶上 与另外的婆娘们一起 数了婆婆的不是 埋怨公公的毛病 更不把小姑子放在眼里 在某日的黄昏或黎明 一阵撕心裂肺的呼喊声 把一个小农家的心都悬在房梁上了 无需花钱 无需上医院 就横在自家炕头上 有婆婆 有土街生婆子就行 这婆娘们低头散发 疼极了骂天骂地 骂自家狠心的汉子 全没有城里娘们 那般娇贵 那般坐坐 哎呀 这汗珠子呀 从额头躺下 一粒韧劲 从紧咬的牙缝里流出 哇 一声崭新的生命的呐喊 这一辈子的依托 就在血光里蹦践出来 蹦出家族的未来 蹦出咱婆娘们的地位 从此以后呀 她们全没有了当姑娘时的羞涩 敢在街口掀开衣尖 亮出白黄黄的奶子 往娃娃口里猛的一塞 敢张开嘴巴 放开嗓门 无所顾忌的大笑 敢用粗俗的话语 回敬同样粗俗的男人们 她们的身上 永远写着繁忙和动弹的字眼 即使骨头发软 情绪烦躁时 也得照样走到田野里 捡豆苗 摘红薯 点玉米 折高粱 摘棉花 把这腰枝呀 弯曲成优美的象形方式 镶嵌在一面 丰饶富庶的黄土高坡 婆娘们 最有母亲的慈爱 和儿媳的孝敬 她们宁可一年不吃一颗鸡蛋 从牙缝里挤巴出几个给儿子交学费的钱 宁可自家医库多补几个补丁 也让汉们穿着体面的走在人们的面前 随着岁月的推移和推移的岁月在他们额上雕刻出纹路的延长 而儿子也有了小婆娘的时候 这婆娘们就更透彻地懂得了如何对待自己的婆婆和媳妇 自个儿如何做婆婆的媳妇和媳妇的婆婆 这双重身份把婆娘推到一个家庭历史的交叉点上 她们便少了些许的张狂 多了几分的庄重 和男人一起驾驭起这一夜家庭的小船 更稳妇地驶进那波涛汹涌的岁月大海里 婆娘们站立在这片新生活的卧土上 迎接着四面八方雄性的风 这方土地上的婆娘们